今年1月17号22时27分 天州7号混运飞船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采取三小时快速交汇对接的方式 与空间站形成组合体 那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有哪些访客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还会有哪些进展 我们来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副总设计师杨立伟的介绍 发射任务主要是我们天州7 那么还有下半年的天州8 那么还有咱们载人的神州18号 和神州19号两次发射 同时我们还有神州17号的回收 以及神18的回收 那么今年的主要是针对六次任务 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些研制任务了 在24年应该说任务还是比较饱满的